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兩年最多人想入市的地段在哪? 啟德一定榜上有名 不止配套好景觀石還有一流的發展潛力 作為新盤供應重地 罕有由香港九間地產商 亂手合作打造的啟德跑道區 Park Peninsula 啟德海灣 目前是當中最大規模的住宅項目 想盡著跑道區 啟德海灣絕對是最佳選擇 由家華、惠德峰和中國海外合作發展的啟德海灣 分兩期發展 總共提供2138個單位 第一期提供1017貨 標準互形多元化 涵蓋一房至三房 當中主打兩房單位 符合不同需要的家庭客 項目盡在九龍灣半寧靜內海 啟德何景觀 看著這個景就是什麼煩惱都沒有了 而連接跑道區的重要通道 啟德橋就在啟德海灣隔離 作為最近啟德橋的新盤之一 駕車出入夠方便 加上計劃興建有自動輸送帶的行人高架橋 出入方便又舒服 超期待的啟德70萬呎 地標式商場AIRSIDE 9月28號正式開幕了 名牌服飾、食肆、戲院都齊齊 加上附近SOGO雙子塔 很想快點去瘋狂購物 Park Peninsula作為 挖時代城市綠洲 提供大約45萬平方米 綠化優器地帶 在香港這個石屎森林 絕對罕有 由輪碼頭公園作為跑道區的盡頭 多個觀景平台 讓你多角度欣賞最美的維港景觀 而空中花園就是跑步好去處 全場大約1.4公里 對著維港四季花草跑步 絕對是一大享受 啟德作為啟動九龍東計劃中心 亦都是香港新商業核心 加上啟德稅務中心 工業貿易大樓商界啟用 投資潛力當然都被提高一線 無論自注還是投資都一樣 對著維多利亞港生活圈 啟德跑道區大型住宅項目 啟德海灣萬物錯過